美方首次看到中俄举行有关于台湾 问题有关的联合军演 那么这台海呢 也必然是大陆希望跟俄国能够联合合作的区域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局长也证实了 五角大家已经在调整印太部队的规划 纳入同时对中俄两线作战的想定 我们请教亮哥 这个事实上早就发生了啦 中俄 联合的海上演习 我们知道从日本海 然后后来又一路往上 到阿留森 甚至都已经快要接近阿拉斯加了嘛 所以 这个只是 现在他看到普京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 5月15号 那美国大概预期跟我们差不多啦 就是俄罗斯未来这个 在这个欧美还没有取消制裁之前 大概是要更进一步跟中国合作啦 那一定会包括军事合作 因为普京在胜选的时候的演讲 他的记者会非常的不寻常啦 因为有人问他那个台湾的问题啊 他就直接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因为俄罗斯不是小国家啊 他是大国啊 大国这样表态 坦白讲前所未有啦 那这个当然就隐含着他就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希望中国大陆的也能够回馈他啦 所以大家就是预期啊 这个中俄的军事合作可能会是空前啊 因为你去想一想嘛 他的波罗的海舰队跟黑海舰队现在都卡到欧洲 所以他现在能够发展的一定是太平洋舰队啊 那作战舰他的造船长游在乌克兰 所以他一定要向中国买作战舰嘛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跟他说 那这个战略核潜艇的技术 大家也可以来交流嘛 所以我认为未来双方的军事合作 不管是海军啊太空啊 还有长城预警雷达啦 各方面我认为都会有一些交流 搞不好还会军事技术来交流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是这么白的 就是说他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已经讲明了 那台海战争他可能也会有角色啊 因为就会他就基本上就威慑日本介入 因为他就在日本后面 所以我认为如果俄罗斯真的开始 进来这个西太平洋啊 那这个战局真的会 战略上真的会有一些改变 就是日本大概对于台海跟南海 大概就不敢过来了 我们有视他们 因为他要保他自己的东海就已经够累了 而且上次中俄的军演 我说海军啊是绕日本一圈耶 所以你想一想你面对的压力有多大 那当然也会联动到朝鲜半岛 就是所以所以我说啊 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他当然会看到嘛 这个摆明的就是你美日安保要晋级嘛 那他也要跟中国晋级啊 那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军事合作之外 还会有另外一个面会被拉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也知道啊 就是比如说俄罗斯都讲了这样的话 对两岸的法律定位 所以就会陆续开始出现国际法律战 就是大陆现在只要跟一些国家有新的双边声明 他都会希望那个国家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进去 那不是每一个国家就愿意了 可是他在布这样的局 就是说如果有台海冲突 他就可以以这个为由啦 要求对方不要介入 就是要先表态 因为这个就内部事务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去年11月的越南 因为那个时候越南 那个到中国大陆嘛 那也是国事访问 那越南真的就把这个写进去了 就是他还讲得很白啊 台独啦 疆独啦 藏独啦 都不支持啦 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 那因为基本上这个我觉得俄罗斯的辐射出去 就会拉动一些国家跟进做类似的表态啦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从这个大的脉络你才能够理解 布林肯最近为什么要讲那种话 布林肯最近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说美国要极力支持台湾参加WHA 布林肯讲的耶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啊 然后他的办公室主任出身的那个罗森伯格 AID理事主席 也来台湾的时候不是也讲吗 开记者会的时候 说27582决议 跟台湾的国际队一位无关 他说这个只是那个中国代表权 所以我认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讲这个话 那有没有颠覆到了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建交公报 事实上我认为是已经颠覆到了 可是他又不愿意讲清楚 所以说你如果认为27582决议跟台湾无关 这里有一个国际法专家啦 待会可以问他 那这样的话 那请问美国心中认定的台湾地位是什么 难道你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吗 不然你怎么会讲那种话呢 说要极力推动台湾能够参与WHA 这是联合国的周边组织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美国 真的也是在酝酿一盘棋啦 就是他可能开始改打这个 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议题 那可能不去碰一个中国 可是他要打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议题 那当然也是借此来 就是基本上就是跟大陆 又打出另外一张牌啦 就是美国常常会变牌啦你知道 那中国大陆当然很生气嘛 因为那天布林肯话讲到那个程度 因为他是用Fairy 就是要极力支持啊 所以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反应也非常激烈 那感觉就是就是我认为就都跟这个美国的国际 那个情报国家情报总监讲的话是有关的啦 就是说中俄的联手不只是军事上造成了这个亚洲的效应 那法律战我觉得也开始展开了 所以美国两个部分都在做回应 军事上还有法律上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